大家好,我是属于博士 从这期开始,我们来用平价的食材 做出经验朋友圈的美食 这期我们要做的菜 这是以宋代吃货密集上的经典文人菜为灵感的 马上到了年夜饭大展厨艺的时刻 各位收藏起来先 香园杯处自身家轻拱 古人把香园一破为二来做酒杯 这香园有着非常浓郁的香味 古人拿它来为室内增添香气 古人为了放它,还特地设计了一系列精美的盘子 叫香园盘 但室内市面上香园的品种很多 我们该用哪一种呢 这种是产自云南的香园 也是药用香园 可以用来治疗消化不良、咳嗽等症 但是这么大,来做杯子的确有点为难 这种是产自江苏的香园 香味更加浓郁 同时带有果香和花香调 而且做杯子大小刚好 所以就决定是你了 我们接接台北国公博物院所藏的宋代乳窑温碗 来做香园杯 至于那层嘛 我们先来做个红茶凍 然后上层用宋代的水果沙拉春兰秋菊 这春兰秋菊用的水果有梨、石榴和橙子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梨和石榴的颜色像蓝花 而橙子的颜色像菊花 至于中间这层嘛 我们可以用上次香果测评 剩下来的温泼 调和红酒 来做一个霉红色的果酱 那我们先来做香园杯 对于一个想转型美式博主的艺术博主来说 工具这种事嘛 自然不用愁 然后按照设计 你就会得到 没事 一定是我酷了太深 我们再来 再来 终于成功了 接下来是红茶凍 我用的是奇闷红茶 里面可以用自己喜欢的茶来制作 先洗茶 然后我们浸带热水 萃取出红茶的精华 这个时候我们在香园杯内层 先抹一层蜂蜜 让蜂蜜唤醒香园的香气 再加入白凉粉 然后倒入泡好的红茶 用温度将香园的香气再次深度激发 并融合至茶洞中 在等待茶洞凝固的时候 我们来做温泼果酱 我们加入甜红型红葡萄酒和蜂蜜调味 香味还可以 但是颜色差了点 我们再加入点火龙果来调色 然后用裱花袋将果酱挤在凝固的茶洞上 最上层的纯蓝秋菊 我们将离石流程的改造成小块 让他们彼此激情地碰撞 再加入冬雪般的白糖 让他们在体验冰火两重天的试炼后 味道彼此更好的融合 然后把它们加在温泼果酱的上里 让所有食材再次吸收香园香气的精华 品鉴时间 我们挖一勺 红茶洞温泼果酱纯蓝秋菊层次分明 在口腔里茶洞的清苦平衡了温泼果酱的甜蜜 反馆成富裕的浪潮 冲击着压力的爽脆 橙子的浸毯 再加上石流的可可爆浆 在口腔中上演了一场茶酒花果的香气叫香乐 仿佛是在秋日飘满果香的果园中 与好友主权烹茶 功愁交错 越到下层 香园的香气越加浓烈 混合着茶香 仿佛是明年大醉盛宴后 新茶带来的体壶灌顶 吃完之后你还可以在香园杯中倒入桂花酒 让残留的香气自虚滋养满杯的湖泼光 再醉意朦胧间与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喝完这酒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